考虑到英国的确诊个案数字有所下降 加上当地的疫苗接种进度 我们认为可以取消有关登机的限制 为了确保在当地的香港居民能够有罪的反港 以控制感染风险 我们正是和航空公司在4月下旬安排指定的航班 是让香港居民承担这些指定的航班直接回港 他们抵港后当然都要有一系列的措施是要遵守的 抵港后是需要集中在一间指定的酒店隔离21天 此外来自低风险组别的地区的人士 包括香港和非香港居民的强制检疫期 是会由现在的21天调整为在指定酒店检疫的14天 加上其后加上有7天的自我监测 并且在第19天进行检测 这个检测也是强制的 低风险的组别在初阶段 将会包括澳洲、纽西兰和新加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